Lio鳥世紀 天天的五星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瑪莉人對上條盾人 這場比賽是貴族之境 OK 那這張地圖很特別 該局都是有這個木牆 這個有點像是藏身之手 但不一樣的事情 你的你家的後花園 是直接就是通往敵人家的後花園 你的後花園就是對手的後花園 你們兩邊的後花園可以互相傷害 看誰的後花園比較堅挺 誰就可以贏了 好 那先來看一下塔塔這邊選擇的 我的名字是瑪莉人 瑪莉人的特色是挖精 他的速度跟攜帶的數量 還有這個採集速度都是比較快的 那瑪莉人他的打法比較偏向黃金兵種 他有強奴但是沒有黃金兵 馬功也是 雖然受到馬功 所以後期大多還是打火槍兵 或是飛刀女獵手 作為後期主力比較常見 那瑪莉人他的步兵比較特別是 他的劍兵性後期的遠方非常高 所以非常適合當作這個刺衛劍勇來用 但他是主力還是騎兵路線 他的騎兵路線這個 飢患精神是比較厲害一點的 所有的騎士都可以加5點傷害 肉馬14點 駱駝也是14點 騎士19點傷害 非常可怕 其實後期沒有黃劍的情況下 一直爆清騎兵也是非常好用的 而且他的僧侶基本上也是全開的 也是可以使用的 整體來說瑪莉人是打起來相當舒服的一個文明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道特這邊選擇的文明是條盾人 那條盾人這邊的特色呢 應該最重要的東西就是農田非常便宜 而且團隊加成可以擁有抗招響的效果 但是他的騎兵呢是跑比較慢的 所以這個團隊加成呢通常是給他的遊俠用的 這樣不太容易被招響 那他的赤頭是最悲劇的 世界帝國裡面唯一不能升級肉馬的文明 這個比WP2還要慘 那條盾人呢他的步兵跟騎兵呢 到城堡時代開始會加一點 地勇時代加兩點的近戰防禦力 那後期呢主要還是要靠遊俠跟槍兵作為主力 那條盾人呢他的塔攻是比較厲害喔 在這種長身之所或是競技場 會比較容易看到條盾的塔攻喔 所以我們這邊就要來觀察一下 道特會不會來打塔攻了 好那接下來看一下石頭的部分 石頭在這裡 那應該是沒問題了 如果是要打塔攻的話 通常對手不太能打 那中間這個地方是沒有辦法蓋任何建築物的關係 所以不用擔心對方直接在這邊蓋東西給防守住喔 他能防守的地區就只有這裡跟這裡這裡這裡而已 這塊缺一點防守 好但是前期防得越兇就意味著經濟的越不好 那我們就要來看一下塔套有沒有想法呢 對方是條盾人喔 要防下塔攻了吧 哇靠真的要來塔攻了 呵呵出發了 三人挖石 那條盾人塔攻有什麼特別呢 是主要他的劍塔可以變成雙倍裝載啊 雙倍的量 好上石牆上石牆 但是現在還在黑暗時代 沒有石牆可以上 來不及了塔套 酷了 簡單了直接被溜進來 好直接拉個木牆 這裡不拉石牆 而且石頭直接被控住 好 道德這邊現在優勢非常巨大 只要溜進來了 這個壓力就小了啊 接下來就是要決定要往哪裡進攻 看起來這邊是有伐木場 是不是啊 我們來看一下道德的事業啊 道德這邊是瞎懵的 鑽石要被他蒙到了 這裡是有一個 伐木場的 那這塊石頭基本上已經被控住 塔套現在要插塔防守的話 有點壓力 可能要到後面去挖黃金 已經在挖黃金了 或挖石頭 才可以防守塔攻喔 那不知道塔攻最好的辦法 就是跟他對塔 不然就是一開始就不要讓他進來 這兩個選項而已喔 那既然已經被溜進來的話 那就只能跟對手對塔了 對塔防守 趕快把金進往後種田 趕快升到城堡斯帶反擊回去 或許是最好的一個策略喔 現在這隻伺候有後面的劍塔防守 所以現在不太敢打 但是有弓兵可以射吧 這弓兵可以射他的 塔套這邊沒有把弓兵給控好 在這邊發呆 這個能修回去嗎 那我覺得塔套這邊打了一個 很有趣的方法 就是直接出弓兵 然後用弓兵去增加瞭望塔的傷害 那這樣子道成的話 要增加劍塔傷害 就只能依靠自己的村民 那就變成說我一樣的傷害值 但是我卻不用村民 就可以進行傷害增加 那這個也算是塔公公的一個優點喔 但是塔公公的缺點呢就是蠻傷經濟的 再來就是成型時間 雖然早 但是中後期的延續公式 可能很難繼續延續下去 那我覺得道特這邊沒有打塔公公 也是一個優點喔 畢竟 桃盾喔 七人塔公公 直接用村民增加傷害 是比較即時性的一個效果 好 這邊是五隻工兵在裡面 那如果到塔套這邊還想要再去打的話 這邊要再補一根劍塔 或者這邊再補一根 去把這根劍塔給拔除 或者這裡補一根 這邊找到機會 拆除亮望塔 這裡趕快圍一下 這裡沒有圍好一個洞 看到對手圍了一下 道特決定還是回來 那這個就是防守塔公的最好辦法 塔套不愧是頂階職業選手 他的判斷跟防守能力 依舊是很OK的 你在專心打這邊的時候 我這邊就偷偷拆出來 再把這個洞補起來如何 還是把這個劍塔給拆了 把這個劍塔給拆了如何 但是又拉了村民過來 直接拉過來打架 來了來了 那防守防最有利的方法 就是自己的村民志願比較快 直接拉村民過來扁 拆除的夠快就沒問題了 趕快射趕快射 後面要趕快收村 射死一村 連環塔的傷害出來了 射死兩村 道特這邊的傷害非常高 現在這裡劍塔的傷害 死七隻八隻的劍死傷害 這個傷害非常痛 現在道特拉到了九村過來 基本上九村就已經是 條頓塔共 最多村民術的P術了 通常也是有拉到十村的 但我覺得九村就已經很頂了 不用拉到十村了 這隻村民把自己關起來 待會要出去就難受了 趕快出來 趕快走趕快走 會死嗎走斜了 漂亮 哇還是被射死 尷尬了道特 有一點尷尬了 這個劍塔終於補在這了 那為什麼要補在邊邊角角呢 這主要是要讓自己的劍塔 傷害力也提升上去 而且自己都是塔攻的情況下 阻止對手 已經沒有辦法繼續升差了 只要讓對手的劍塔的血量掉得越快 他的塔攻就越不利 但是道特這邊已經快要升到城堡的時代 這個就是條盾塔攻最可怕的地方 用劍塔去托你台前 然後家裡便宜農田 快速撒下 升到城堡時代 那我覺得道特這邊還很偷的一件事情 是點下一級農田 這是相當細啊 這個細節是相當細的一個打法 那通常你打塔攻 沒有那麼多的木頭 可以去支持你去點一級農田 通常這個木頭會用得很極限 但是道特這邊呢 是有放緩自己的塔攻速度 那也是因為對手打了攻兵的關係 You have a lag 你會lag嗎 你會很lag嗎 是這個意思嗎 應該是吧 那他說他不會 塔套說了2 在世紀帝國裡面 1就是OK好 2就是不 的意思 所以看到世紀帝國的玩家們 常在打一些數字的時候 就代表你是不是世紀帝國玩家 用一句話如何證明你是不是世紀帝國玩家 會不會打29 我就知道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塔套這邊是 還有2分鐘的城堡時代 那道特這邊還有1分10秒左右 大概差了30秒 那這30秒的時間 道特就可以延續攻勢 結果這邊有動作 工兵直接殺出來開射 但是這邊有劍塔 可能會撕到頭破血流 還是要撤了吧 結果這邊毒口 不想讓村民回去 劍塔被射出來 拉更多村民 過來射一下 傷害繼續輸出 還在打 我們之前的影片都說過 擋塔攻勢的辦法 就是輸工兵 那現在塔套這邊工兵 再會找個機會出去攔截 而且塔套這邊最狠的是 還把人家的退路給守住了 現在道特已經沒有辦法逃跑 但是這根塔拿不下來 一升到城堡時代 馬上補了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來了 那道特這邊騎死了 還可以再繼續挖石頭 直接插寶 小根的插完換插大根的 也是可以考慮的 但是塔套先發之人 直接插了一根大根的 道特這邊慢了一步 引進來不及了 現在怎麼辦呢 很慌很慌 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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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極了 OK塔套這邊先插了一根大根的劍塔了 那現在怎麼辦呢 道特現在有點難受 本來自己想做的事情 還可以把石頭買到650 石頭 但是來不及 頭車出來摘一把 漂亮這個反應 哇靠 好頂級啊 頂級反應啊 卡套 直接射掉頭石車 這邊的攻勢已經被瓦解 不可能再繼續延續了 這裡道特要趕快把這個4級給拆掉 或是把這個木頭給拆掉 趕快趕快 風箭手來了 飛到你的手 要不要按個幾隻 趕快收村 風箭手來了 直接貼近了吧 不用怕對方來防守 哇 全吃光 道特這邊血虧 本來優勢變成烈士狀態了 好 那道特這一波之後 要趕快把這個牆給圍起來了 開始圍了 因為他這邊已經沒有弓箭手 要是對方的弓箭手再過來 那就危險了 直接會射穿自己的後花園 後花園被射爆 就尷尬了 好 那現在後花園封印起來 趕快在外面多開一些TC吧 那現在左右兩邊有非常多 果樹蟲跟野生動物 來這邊開TC 也是一個非常快的經濟增長方法 那現在道特跟塔塔 還沒有意思 想要直接去爭取 左右兩邊的資源區 反而是很穩定的 在家裡附近 補下了城鎮中心而已 那現在城鎮中心的數量 是由塔塔鎮石領先 村民宿的話 兩邊是差不多的狀況 那沒意外的話 道特應該待會會先展個戰毛兵 防守或是奴炮防守 再加上僧侶的一個防守方式 因為對方現在確定是有攻兵 那如果對方走飛刀努力手的話 自己戰毛兵就不夠力 所以一定要配戰毛 跟這個奴炮或是僧侶 投車之類的 因為條隊人的防守能力打 飛刀努力手要打的話 只能靠火槍兵 會比較好打一點 因為飛刀努力手的屬性 是復兵鎧甲的關係 所以用火槍兵打飛刀努力手 效果是很好的 勝率遭翔 結果找到一隻飛刀努力手 被飛刀給收掉了 飛刀繼續丟 勝率遭翔一下 現在這些工兵暫時沒批條 但應該不會再繼續轉工兵 塔塔在這個時間點沒有轉奴兵 不用出到戰毛兵了 全喘勝率 可能可以考慮一下 結果衝車過來 裡面裝了飛刀努力手 直接收到衝車裡面斷招響 然後再把飛刀努力手 直接把獅子勝率給丟死 這裡漂亮了 再來收到戰塔裡面 再修理一下 結果飛刀努力手傷害太高 直接把裡面的人給打噴出來 道特沒有第一時間受傷 結果吃到更多的傷害 但是現在道特還要一直去修建塔 但是後方的勝率來得及過來支援嗎 然後修完之後又要再收到裡面 但是村民能夠扛得住嗎 飛刀努力手這邊打得很極限 但是這邊並沒有放棄抵抗 哇靠這一波還在秀 殺了九隻單位了 再來一道丟下村民旅 哇這個村民全倒 下面這裡稍微微一下 現在弓箭手進不來 繼續修繼續修 這個劍塔暫時沒皮條 但是衝車來了就可以了 那條盾有免費的禁射孔的關係 所以你就算躲在劍塔的下方 也是會被射的 這就是條盾塔工最厲害的地方 最厲害的地方 免費禁射孔 城堡時代直接射爆你 好直接拉村民過來修理衝車 飛刀努力手 一刀一隻 剩下三隻 村民回頭搞定生女 哇生女全部死光了 好這一波衝車雖然拿下 劍塔應該修不起來了 城堡只能取消 看來要直接在這裡補一個城堡防守了 在這裡一定要補一個了 那這裡暫時問題不大 勝率可以解決 重點是這個後花園怎麼守得住 才是重點 塔朝現在想要擴張自己的經濟優勢 左右兩邊 直接補到6TC 無情開6 不是無情開6 是無情開6了 直接6起來了 6TC 好現在 道特也是趕快補下了城鎮中心 但是 勝利的天秤已經開始起向於瑪麗人了 瑪麗人現在要贏的話相當輕鬆 倒退到了地龍時代 直接產出大量駱駝跟肉馬 基本上調作人就要GG私密打了 好 只要用騎兵路線 調作人就沒有辦法打得贏了 除非道特這邊轉大量的槍兵了 但只要一轉槍兵 瑪麗人也可以轉槍兵或飛到努力的手 整體來說道特的打法還是會被限制住的 好 現在道特很難受 還是直接走生旅路線呢 開翁 現在道特的生旅路線是全滿的 畢竟是音樂騎士團 條頓人 好 這波招翔 喔 聖旅倒了三隻 直接被 丟了 飛到努力的手 就是這麼的麻煩 打招這邊是補下了異端血縮 這樣待會被招翔也不用害怕了 直接衝進來 道特這裡沒有火槍兵 就沒有辦法擋得住 飛到努力的手 所以趕快轉火槍趕快轉火槍 好 聖旅繼續招翔 拖時間 修道運繼續補 欸阿你化學補了 油要補射箭廠嗎 現在一直被壓制住 道特的水球被越滾越大了 馬力人 已經來到113村 好 這位兩邊的礦產資源 吃得相當舒舒服服 黃金石頭我都要 道特現在是 雖然還有資源可以狗 但是 能狗多久就不知道了 OK巨型投石機回來了 欸 本來想進攻 看到飛刀努力的手 只能撤 沒想到前面後面都有飛刀努力的手 真的是難受 欸 但是現在不太要遭響了喔 現在有異端邪說 欸你就遭吧 反正就是死那一村 死那個飛刀 回那邊搞事 道特本來是想用一大堆巨頭 直接正面突破你的後花園 結果 後花園突破不成 反正是現在自己的正面跟後花園 都受到了干擾 連 飾箭廠都蓋不起來 要吐了嗎 好 考驗趕快再補 要 看到飾箭廠 卡到一定知道 你點了 這個 火槍兵 趕快升到帝王十代 開始準備要來打後血了 好 這波飛刀走過來 就找到一些村民 後面怎麼有人再來蓋東西呢 好 再丟 再丟 三隻聖女又倒光 好 道特的火槍兵出關了 但是塔套果然轉馬了 必用時代升級馬鎧 待會一爆馬 道特應該會扛不住 這個經濟差距有點大 好 這裡火槍兵直接正面突破 我也不找你 我這邊的飛刀的獵手 叫的就是跟你打一波 這一波沒打贏 就算我輸 好 道特應該是這樣的想法 好 火炮火槍往前帶 馬鎧慢慢提升 馬力人這邊的救星 最後還是騎兵路線 飛刀的獵手先拿火炮 再拿一隻 欸 打巨頭 至少要拿個兩三台喔 ok 躲火槍 但火槍射的有點準 打掉一台火炮跟一台巨頭 這邊工程壓力突然很大 道特的這個 這招效果已經成形 好 飛刀的獵手再過來看一下 你有沒有來挖黃金 果然有挖 但是TC要蓋好了 道特現在有點 有點 勢頭攻勢有點猛 好 在這個攻勢延續 能夠繼續下去嗎 現在城堡掉了 他超頂下的重裝騎士 飆和精神 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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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是非常的猛烈 勢頭相當的猛 火槍加火炮 全部直接走火器路線了 跟你走這個奇兵路線 但是你走純火器 怕的就是馬 你有轉槍兵嗎 道特 等道特表示 我的資源 已經全部投資到了火槍巨頭工程器身上 沒有錢可以轉出大槍兵了 而且食物也很極限喔 好 這裡本來也要來挖西狂金 結果直接被射爆 這根城堡巨頭也蓋起來了 好 這裡的存在動心也被壓制當中 現在兩邊在瘋狂換加 但是換加速度 道特好像比較快 所以塔塔只要把這任這裡苟住了 道特就要投降了 好 重裝騎士已經來了 攻擊力12加5 呼呼呼 來了來了 傷害直接加5 好 再點下一攻12加6 超級馬爆 超級馬爆 直接拉臭民過來手撕巨頭 但是有看到塔塔這邊直接拉臭民過來修理巨頭 好 好 最新偷司機繼續往前攻 火槍兵還在往前後面 廢道你對手還在輸出 這個輸出打得很好啊 好 達到這邊要砰了嗎 噴馬了嗎 12隻馬 他的馬其實很多隻欸 27隻在哪裡啊 這裡只有12隻而已 剩下幾隻呢 在這裡 原來已經溜到了屁股後方 道特的後花園真的爆開了 完蛋了 正面爆開 後花園也要爆開了嗎 現在哪邊是正面 我有點搞不太清楚了 但是其實是來了 只要3台巨頭拿下 基本上就死那9個 但是應該有可能會先打火槍兵嗎 還是要火槍兵先解決呢 先解決火槍兵吧 先打巨頭OK嗎 好像也OK 先拿巨頭 拿下兩台 再來把火槍兵給搞定 火槍兵的傷害真的是有點痛喔 現在趕快轉出槍兵 槍兵只有兩隻 巨型頭司機在後面繼續進攻 現在道特的黃金已經斷了 0黃金 道特打出了GG 我們恭喜塔塔拿下第一賽的勝利 這場比賽 道特打得真的是前面很兇啊 但是後期果然是沒辦法 通常打了前期的塔攻條盾人 經濟後期都會很差 但這一把也不是因為打塔攻關係經濟差 而是因為塔塔這邊攻勢四頭真的太猛了 飛到你那一手前後夾攻 讓道特有點忙不過來 本來想要延續攻勢 但是被塔塔全部都算在眼裡了 我知道你一定會繼續進攻正面 我後面也會進攻 兩邊都進攻 道特的話 他就會顯得很難受 一定要先兵到帝王喔 才可以延續攻勢了 待會到帝王的時間 塔塔這邊經濟也噴起了 然後到帝王時代直接爆馬 就可以一波倒走 這個道特了 好啦 那我們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